哈喽,这里是带大家谈说宇宙的科幻追见,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影《隔壁的女孩》 它讲述了女孩意外死亡后,在大脑植入机器人芯片 结果完全遵循机器人的思维模式,展开复仇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吧 小偷就准备趁车里没人实施偷窃 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双机器手臂紧紧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眼看车主回来自己就要被抓住,小偷只能逃跑 机器手臂则快速地将车门反锁,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个聪明的机器人叫BB,是保罗创造的人工智能 在这样的年代拥有一个人工智能是多么酷的事情 BB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所有邻居的目光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漂亮妹妹珊姆 保罗在和她交谈的时候,发现她身上有奇怪的瘀青 从基友的口中得知,她有一个非常暴力的父亲 所以千万不要去接近珊姆 当晚珊姆带着小礼物来保罗家拜访 没想到她的父亲竟怒气冲冲地赶过来 强硬地将她拉回了家 自从珊姆的妈妈离开后,父亲就变得有些神经 她成了珊姆心里最可怕的那个梦魇 这天保罗和邻居们在一起玩球 没想到BB把球扔进了一个凶恶老巫婆的院子里 保罗本想去捡球 但爬威兰爬到一半被老巫婆发现 她将球扔进了自己的屋子 还说是自己的财产 让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可理喻 但也无可奈何 突然这栋房子在BB的视野里变成了红索 但是保罗并没有察觉到这细微的变化 万圣街来临 保罗和邻居们一起去恶作剧 他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BB却打开老巫婆的门 她那扇门从来没有孩子敢靠近 要是发现有人打开了她上所的大门 估计她整个人都会起风 想到这里三个人都非常期待 保罗让BB尝试大门上的密码锁 BB很快就打开了 但是她却行为很异常地想要冲进去 保罗并没有给她下达这样的指令 让她觉得很奇怪 立刻拿出遥控器 让BB在旁边待机 山姆进去按老巫婆的门铃 却在中途被发现 他们赶紧躲在旁边的灌木丛里 可是BB还在弹门外面 老巫婆拿着枪走得出来 BB突然不受控制 红着眼睛冲进了老巫婆的院子 老巫婆二话不说 就开枪把BB给打飞了 只剩下一个BB芯片无损 眼看自己的心血要被毁 保罗有些无法接受 感觉到了 山姆受邀去保罗家里吃饭 回家后却遭到了父亲的责骂 暴力的父亲直接对她动手 害她摔下楼梯撞到头死了 保罗一直就喜欢漂亮的山姆 他看着手里BB的芯片有了个主意 他决定要救活山姆 于是他和基友在医院 制造了一场停电昏乱 趁乱将山姆的尸体偷了出来 在他的大脑里植入了BB的芯片 在遥控器的控制下 山姆的腿动了一下 保罗请求基友保守秘密 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山姆改造成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现在的山姆只能说是套着BB思维的一个傀儡 当晚保罗睡觉醒来 觉得有些不对劲 前去山姆所在的杂物监察看 发现他一直站在窗户旁 恶和狠地盯着害死自己的暴力父亲 保罗害怕他被父亲发现 只能用药空气将山姆强制关机 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 山姆却不见了 啄啄是吓坏了保罗 只能像个没头苍蝇到处找 苏醒后的山姆回到了自己的家 脑子里的芯片继承了机器人BB所有的特点 现在的山姆变得力大无穷 强烈的报复心 让他对自己的父亲痛下杀手 保罗看到山姆家不断冒出来的黑烟 觉得不对劲 进去查看发现 山姆呆呆地站在父亲的尸体旁 他为了掩盖这一切 将山姆父亲的尸体藏了起来 然后让山姆乖乖地待在房子里不要离开 因为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 然后仔细想想该怎么办 可是他忘记了 BB当初是被老巫婆打死的 既然拥有BB芯片的山姆 会报复自己的父亲 那必然下一个目标就是老巫婆 刚好老巫婆在看电视的时候 发现了站在对面的山姆 她立刻打电话报警 说隔壁那个死去的女孩 站在楼上看着她 但警察并不想理她 因为整个社区都知道她是个疯婆子 山姆很迅速地完成了 开锁杀人的一系列操作 然后回到了保罗家 差点没把保罗给吓死 接到办案的警察 赶到老巫婆家的时候已经晚了 社区接连发生两条命案 弄得人心慌慌 基友也意识到一切都是死而复生山姆干的 她决定要去报警 保罗想阻止她不成 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突然山姆从天而降 按着基友的头往死里砸 保罗上前阻止 山姆差点把保罗给掐死 但无论是BB还是山姆 他们都有共同的一点 就是爱着保罗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时 立马松开手逃跑了 警方对山姆展开了追捕 可是此刻山姆似乎恢复了人类的意识 喊出了保罗的名字 保罗请求警察不要开枪 山姆却突然冲向了警察 一声枪响 山姆不出意外地死在了保罗怀里 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仍然是保罗的名字 这谁能甘心 明明山姆就快要恢复人类意识了 却再次死亡 保罗趁夜色偷偷溜进了太平间 准备将冰柜里的山姆偷走 可是这次 山姆却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全身的皮肤开裂 显出了机器人BB的样子 说出了一句 来陪我吧 保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养只可爱的小动物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小期见了